手动扩凸工具操作方法 此工具是用DN15至DN50规格的产品安装 需要使用到的工具有手动扩凸机、卷尺、记号笔、手动切割刀、突环凉规、火口扳手 首先根据工程实际所需长度在钢管上画出记号 用手动切割刀将钢管切断 注意,如果是用其他切割工具切割管材的话 一定要清除管材内外的毛刺 以免刺伤橡胶密封圈导致漏水 确认管端平整后 取下锁紧螺母或压筋法栏套入钢管 注意,以螺母尾端先套入钢管 确认后将钢管平行放到扩凸机上滚轴上 管端紧贴滚轴小接台以保证承接口长度 此时,应保证钢管与扩凸机滚轴的平行度 然后转动压紧螺杆 滚动滚轴摇臂 把突圆环逐渐突到所需高度 到背后反转摇臂 缓慢松开压紧螺杆 使钢管圆度均匀即可 升高滚轴 取出钢管 用突环梁规测量突圆环高度合格后 将密封圈按正确的方向套入承接口 注意,将套好密封圈的钢管插入管件时 必须保证密封圈与管件端口平行 用扳手拧紧螺母 以螺纹收完为夷 即连接完成